大家好,我是澳洲戴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开始和大家聊一个很流行的话题,就是财富自由 今天先谈谈我对财富自由的理解 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分享一些想法 希望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能够实现财富自由 在本视频的最后,给大家讲讲最近发生在我身边的非常轻爆的事情 请大家看到最后,有一天不要错误哦 今天是普通工薪阶层通向财富自由的理解方法系列之一 财务自由之我见,概述四种财务自由的境界 现在人人在谈财富自由,人人都想财富自由 可以不为金钱所控扰,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尽情的享受生活,感受美好的大全世界 作为工薪阶层的我们,既没有有钱的爸爸,也没有遗传超人的能力 我们就是最普通不过的打工一族 我们可以实现财富自由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如何能实现财富自由呢? 我们如何能成为富人呢? 对于这些问题,学校里面是没有教的 不管是在中学还是大学,或者是什么培修班 都没有教授如何成为富人的课程 那么,从哪里才能学习到成为富人的方法呢? 别急,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探讨 首先,第一个问题 普通工薪阶层可以实现财富自由吗? 答案是可以 就像秦朝末年农民其中的领袖陈慎说的 帝王将相命有种呼 我们可以说,富人是天生的吗? 当然不是 金雄不问出处,富豪不拢出身 古今中外,白手企业的富豪太多了 从贫寒中走出来的富人有很多很多 他们成功的路径和方法各不相同 但是都有共同之处,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我们后面讨论他们成功的共同点 第二个问题 我们如何能实现财富自由呢?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 很难用简单的话来说明白 我只能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谈谈我的想法 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 如何实现财务自由,成人富人 我想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应该是 《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教大家如何成为有钱人的 该书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畅销书 该书所讲的成为富人的理念 方法是很有用的 对我们普通来说是很有启发的 这本书成功以后 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多如牛毛 教人成为富人的书籍 这些书里面讲的成为富人的方法五花八门 为了博眼球 什么稀奇古怪的方法都有 我们不去理会那些话重取宠的说法 去其糟波,去其精华 我总结归纳出了一套普通工薪阶层 通向财富自由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我会分解器来介绍这些方法 有人会说 你自己实现财富自由了吗 如果没有 你怎么能教别人来谈论实现财富自由的方法呢 我现在才明白了这些道理 还没有很多时间去实践 如果我二十年前就明白这些道理 我现在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 就好像穷爸爸富贵的作者 罗伯特·清奇一样 他在写这本书之前 并没有实现财富自由 写了这本书之后 才成为了富人 人们都是首先发现了实现财富自由的方法 然后才能够实现财富自由 就是说 先找到了富人成功的秘诀 才能够成为有钱人 我总觉得成功的秘诀 简单概括就是 努力工作加方法正确 也就是实话说的 苦干加巧干 二者 缺一不可 成功没有简简单单的 不经历风雨 哪能见彩虹 既要勤奉努力 又要方向正确 方法合适 对于普通工型阶层来说 如果不容易 再好的方法也实现不了财富自由 但是如果只知道埋头苦干 没有正确的方法 没有合适的方法 没有正确的方向 也只是出苦力而已 实现不了财富自由 苦干加巧干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超级不容易 实现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如果不难 那大家不都实现财务自由了吗 工薪阶层 不论是做体力工作的 还是做脑力工作的 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时间 获取报酬 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普通人靠工作能获取的报酬是有限的 不可能单纯靠打工实现财务自由 实现财务自由 一定有其他方法 这些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从下期节目开始讨论这些方法 现在和大家讨论 什么是财富自由 怎么才算财富自由 对于财富自由本身 并没有一个科学的权威的定义 一般人的理解就是 不用工作也可以生活 可以自由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把自己理解的财务自由 分成四种 或者说是四个阶段 第一种财务自由 我称为温饱型财务自由 就是不用上班 有足够的被动收入 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 可以和朋友聚餐 回国探亲 娱乐旅游都不耽误 但是不能够奢侈 按照目前澳大利亚的生活成本 我认为要实现温饱型财务自由 单身人士要有十万澳元的收入 家庭要有二十万澳元收入才行 第二种财务自由 我称为小康型财务自由 除了有精彩的生活 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可以时不时的奢侈一下 可以买奢侈的应用品 可以应有豪宅 豪车 游艺 可以按照目前的生活成本 要实现小康型财务自由 单身人士要有一百万澳元的年收入 家庭要有三百万澳元以上 第三种财务自由 我称之为富裕型财务自由 除了豪车 一游艺 豪载以外 私人飞机也是可以买的 可以购买世界顶尖的奢侈品 去世界各地都可以住最豪华的饭店 去最有名的餐厅 实现财务 实现富裕型财务自由 不论单身人士还是家庭 都要有一千万澳元以上的年收入 第四种财务自由 是最顶级的 我称之为富豪型财务自由 那些在世界各大财务杂志上上网的人 例如福布斯富豪排行榜 胡润富豪排行榜 这个阶层的人 全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符号 一切按照自己的喜欢来做 他们的世界 我们的普通人看不懂 哈哈开个玩笑 我曾经有过实现了第三种财务 物自由的朋友 其用的财富几辈子都花不完 该玩的都玩过了 该去的地方都去旅游了 该做事都做了 没有了奋斗的目标 反而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哈哈 大家说是不是很好玩 其实 实现财富自由的人 应该给自己设立更高的目标 让自己永远有前进的动力 就像硅谷钢铁侠 埃隆 马斯克一样 人家在大学毕业就把自己创立的公司 卖了几千万美元 一下就实现了富豪型财富自由 现在 马斯克的目标是把人类送向火星 从小行星上采矿 让人类成为多星种 多星球物种 你看 人家马斯克的目标多么炫酷 多么宏大 永远让自己的生活充满激情 好了 财富自由的话题就先说到这里 在视频的开头说了 要给大家汇报一个劲爆的话题 那就是 我们公司的人连续中了 澳大利亚骆特的大奖 最大的大奖是 五千三百三十三万澳元 对 你没有看错 是五十三 米里 这种极小概率的事情 这点发生 让人不得不感叹 有人就是被上天揣 命用咋就这么好呢 这个五千三百三十万澳元的大奖 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开出来的 总奖金持是一点六几澳元 被三注彩票投中 我们公司的人中了其中一注 这些人是合伙买的彩票 总共十八个人 凑了二十五 每人出一百澳元 买了两千澳元的彩票 中了五千三百三十三万澳元 每人获得二百六十六万 其中两个人是两注 合伙买彩票的人呢 是我们公司生产部的A组 而我是在B组 如果我在A组 我一定会得到这二百六十六万予澳元的奖金 失之交臂啊 这个够刺激的了吧 还有更刺激的 在这个大奖之前的几个月 我们公司的一个人和他老婆 中了一等奖 奖金是八十万澳元左右 在上周六 十一月十二号 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人 买了大几千澳元的彩票 中了 当时周六的一等奖和二等奖 总奖金是一百一十万澳元 买中彩票 这么小半夜的事情 这连三次发生在我身边 哎 怎么能不让人感慨 我也偶然买彩票 我们从来没中过大奖 其实我们要理性的看待 中彩票这种事情 偶然买买彩票 投个乐 支持一下公益活动就可以了 我们不能把实现财务自由的希望 寄托在中大奖上面 绝对不能把自己大部分的钱 拿出来买彩票 妄图赌一把 妄想一旦中了 从此就维瑶变愤凰 这绝对是错误的做法 中彩票的概率是几百万分之一 几千万分之一的 很多人买了一辈子彩票 也没有中 这就像很多人赌博一样 持望靠赌博赚拿钱是不对的 大家知道赌博的本质是什么吗 实际上赌博的本质是娱乐 是花钱娱乐 就好像大家买电影票 看场电影一样 花点小钱娱乐一下 想通过赌博发财的人 绝大多数都赔得血本无归 甚至倾家荡产 我在澳洲 见过赌博输掉五套房子的人 见过赌博输了一百五十万澳元的人 总之一句话 我们不能把实现财务自由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小概率实践上 我们而是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 通过苦干加小干 稳步的实现财务自由 进入自由王国 从下期开始 我要讲述具体的实施步骤方法 这种方法适合绝大多数的工薪组 没有花里胡哨的浮夸 没有不切实际的臆想 而是切实可行的 努力一下 大家都可以做到 谢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 请大家关注我的下一期视频 再见